画人国小设置了全线 第一座彩虹跑道 摆脱了过去单一色调的风格 让整个校园看起来 就像一个网美打卡的新景点 但却也引起了 捍卫家庭学生联盟的不满 上网抨击学校 是利用公堂来推广同性恋文化 不过校方表示 使用六色是为了表达校园特色 和缤纷设计的风采 希望外界不要有过多的联想或是曲解 跑道上的绚丽色彩 远远看就像一道彩虹好吸睛 这是画人国小最近才完工的 全线第一座彩虹跑道 但这六个颜色却被反同团体 害为家庭学生联盟上网抨击 说校方是要拿公奴 推广同性恋文化 听到这种说法 让学生及家长也都好惊讶 喜欢这个彩色的跑道吗 喜欢 会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 没有 很漂亮啊 很美啊 我觉得美 会联想到吗 没有啦 小朋友怎么会有那个 那个传说 没有啦 校方则表示 原本的PU跑道 因为损毁有安全疑虑 争取经费后在去年改建 并且由老师的及时广义下 决定用各种颜色来代表学生的不同价值 例如红色象征孩子的热情活泼 橘色代表健康活力的跆拳道社团 黄色就像活力四色的足球队 绿色和蓝色象征花莲的好山好水 紫色则是代表优质的音乐及舞蹈团队 希望外界不要有过多联想 用有色眼光来看待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去曲解我们学校 当初这样的用意 因为这种颜色 其实你很难去设定 它代表某一种特定的意涵 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讲 它是针对贴近我们学校愿景的 海色的跑道在西部的县市 已经使用多年了 而且这个评价非常高 可以增加在每些教育方面的领域 对学生在美感上有非常的帮助 对于彩虹跑道引起热议 校方表示 学校是多元学习的场所 会教导孩子尊重 包容社会不同文化 传达不一样没有错的观念 希望外界不要曲解 回归单纯的教育环境 记者 许丽琴 吉安湘报导